你先來 這兩套 可是這就是財場啦 不會啊 會 因為台灣一般人都穿得這個 這個怎麼會 這很像新娘第二套 我跟你說 這很像新娘 新娘的媽吧 其實我們現在 雍容華蕊 我們現在會很尷尬 就是好像 媽媽的朋友 你又不能穿得太年輕 媽媽的朋友 不能穿太年輕 如果你是媽媽的朋友 如果你 你也不可以穿得太華麗 你就會很像新家母 是誰 對 新美姐 你覺得這一套很OK 對不對 我就兩套都 我們就同梯啊 對啊 對啊 我覺得剛剛好 又端莊 對 然後 它本來是長的 像這樣子脫的 對 然後我就說 不行 那就真的太踩長了 所以我說 你把我改到 我可以走 就是遮到鞋子就好了 所以 可是我那天穿這一套去 每個人的注意力 就是哇 你這套衣服 哇 繡工好好 很漂亮這樣 其實 好像新娘 也有一點點 被小小的冷落 一下下啦 對 那是新娘的媽媽被冷落 對啊 對 那是進家門啊 我想像新娘的媽媽那天穿什麼 新娘的媽媽那天穿了一個綠色的亮片 然後很像那個國標舞的那種 對 那你贏啦 對 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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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還成這樣 對 然後這是另外一套就是 我覺得這一套是我的新積妝 你看它的開場 還好啊 它開到這裡 剛好開到這個地方 你剛好像在一排大家在排合照的時候 你的腳就是要這樣子稍微跨一下 然後讓它露出 那就是心機啊 對 然後每個人這樣說 哇 對 你就是在等那個哇 對 因為我覺得這一套也滿好看的 對啊 就是 有一點正式 但是又不會太像這一套那麼禮服 這樣的禮服 而且我覺得 現在開高叉已經是流行的元素 必備 對 對 而且我覺得 JULIE的腿很美 很美啊 滿適合開高叉 它皮膚也漂亮 因為它白 然後我覺得也打破了傳統的一些觀念 因為我其實在當時在穿這兩件的時候 我家裡的 我老公其實有一點意見 他說人家婚禮你幹嘛穿黑色 我說 白色也不能穿 灰色也不能穿 黑色也不能穿 可是現在很多人婚禮會穿黑色 對 而且我用金 金色的袋 其實不是純素 我說我如果穿一個小洋裝純素黑 那當然奇怪 就是都是有一些搭配 而且這兩套 起碼也要三四十萬 我覺得很漂亮 對 而且誰說到了一個年紀 一定就是 就是不敢這樣不敢那樣 這樣真的是剛剛好 對 然後現在我身上穿的這一件呢 就是跟它是同一家的 那因為我去參加婚禮有一個 自己的習慣 我如果是穿這樣 表示我那天不喝 因為喝了 第一個 可能這件衣服會往下掉 然後這個呢 可能會漏到不曉得哪裡去 所以我那天我會穿這樣子的衣服 就是表示我那天會很ㄍㄧㄥ 我就只是去拍照 然後去社交一下 然後我可能就會提早離開 對 大概是一個這樣 那這一套 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一套 就比較不一樣 就是因為它是褲裝 所以你想什麼喝都可以 對 然後呢 怎麼滾 怎麼摔 可以跑來跑去的 做到最後都無所謂 然後還有一份就是說 如果對方的婚禮 是藝人 跟還有素人 我們有素人的朋友結婚 就不能穿得太乞滑 可是我就是也是有NG過的 譬如說 這一套NG的 我曾經想說 粉紅色 這套OK啊 我穿好 我穿了這一套之後 結果 因為我老公匆匆忙忙的 然後在電梯裡就看了我一眼說 你今天是扮舞 舞裙嗎 我說怎麼了嗎 他就說這一套太像舞裙 他覺得因為這套穿起來會縮顏 太飄 對 太短了 然後呢 他這邊又露一半 然後感覺就 這就要不對稱 對不對 老師 對對 可能那個凡哥比較 凡哥的年代 對 年代 他還給我做了一個這個的動作 感覺 感覺就是國標舞 跳舞穿著也是 感覺是要去跳舞啊 然後就讓我那一天就很不自在 對 然後呢 如果說再更素一點的 就是說譬如說是 比較年輕一點的 素人朋友 所以第一套吧 這一套 對啊 這一套不是赤豐街的衣服嗎 去逛街 其實我跟你講 這就是赤豐街女孩的衣服 你穿去婚禮 我就想說素人 這感覺要一個草帽 還是在一個 不是 我跟你講 其實這一件是在外面 它是一個小外套 它其實是這樣子 我拉出來 它是一個外套 它是一個綁的 這是墾丁才會有出現的 可是其實我覺得還蠻好 有粉紅色啊 然後又牛仔很接地氣啊 沒有這個如果是那種 在路邊請客的有沒有 板兜 板兜 可以 對 我覺得板兜的 穿後面那一件 紅的就不適合 然後我自己是喜歡有一套 可是 這個很好啊 對 這很好了吧 這套是不是很好 很好啊 對 可是這個呢 這個就滿親家母 對 可是這個就是 真的會被親家母討厭 對啊 對 有一次穿這一套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 因為我是認識新娘 所以我認識新娘的媽媽 然後呢 可是新郎的媽媽 看到我就覺得 沒送 對 我不是想說我穿這怎麼了嗎 好啦 它裡面有點膨 就是它也有膨裙 它也有一點膨裙的 所以賓客都不能穿膨裙 不知道耶 其實也可以耶 不過這個真的 這個款式會有點像 我們店裡的媽媽妝 媽媽妝 就是我們有一系列是 專門給第二女主角 就是媽媽那一天是第二女主角 也可以用租的對不對 對 對 給第二女主角穿的 然後也是差不多這種 漂亮的等級 對 而且這件 那都是秀工 這件秀工很漂亮 對 其實很漂亮耶 對啊 可以嗎 來 新郎新娘 整體來講 整體來說 可以還不可以 然後你最喜歡跟最討厭 整體喔 整體過關嗎 這位客人 一 一 二 三 真的嗎 真的嗎 好 果然女生比較介意這些 那妳說 因為我覺得 Julie姐穿這個畫面上 這兩件黑色 就是很符合她的身分底 對啊 然後她黑色 又是有層次的 然後整個線條很好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赤峰街女孩 我就沒那麼喜歡 赤峰街 警察手流 她就開始秀 該不會台上還有跟鋼管吧 好 妳為什麼要說台床呢 新娘 我真的覺得第一套的話 可能就是 媽媽會哭泣 也要看媽媽的個性 因為像我媽媽可能就 我覺得如果我的婚禮的話 她應該會是穿很素的那一種 比較低調 對 她就會比較不敢穿得太華麗 那這樣子 Julie姐一來站在我旁邊 對 我們就是一對婦禮 我又被人家媽媽討厭了 所以那一套其實很漂亮 但是如果碰到 像我的媽媽是比較低調的 我就會覺得說完了完了 我媽穿這樣好像輸了 對 再年輕一點的人呢 是要注意新娘怎麼想 對 我們現在已經到 那我們要想 新娘的媽怎麼想 對 我們想的比較多 對不對